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复国陷阱》。这是一本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名的经典著作,首次出版于2002年,之后多次再版。我现在为你解读的版本是2020年5月的最新版。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后发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赶超发达经济体。所谓复国陷阱,说白了就是复国给穷国挖了一个坑。实际上,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执意过来是《踢开梯子》。它来源于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段话。 李斯特说,一个人在到达顶峰之后,会采取一种常见的聪明做法,就是把自己攀登时用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它上来。 作者是用这个书名来提出质疑,发达国家是不是刻意隐瞒了他们的成功秘密,发达之后一脚把梯子踢开,让后来人无路可走。 发达国家秘而不宣的发家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梳理了西方国家在14到19世纪的早期经济史,为我们揭示了与主流经济学教条完全不同的历史的另一面。 本书作者叫张夏准,他是英籍韩裔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夏准是当今发展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名作就是这本《复国陷阱》,他凭借这本书获得了多项国际学术大奖。 这本书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也有深刻影响,林毅夫在代表作《繁荣的求索》中,曾多次引用这本书里的观点。 在进入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要引用张夏准写在开篇的一句话。 张夏准说,本书设计的内容肯定会让很多人在理论上和道德上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甚至已成坚定信仰的很多说法,将会受到挑战。 本期音频,我会尽量准确地还原张夏准的观点,至于她的观点对不对,相信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先来看一个关于英国崛起的神话。 在众多欧洲国家中,英国为什么能够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从偏居欧洲异余的小岛国,发展成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地国? 对此,通常的答案是,英国率先搞了自由贸易和放任自由的产业政策,激发了市场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从而获得了空前的经济实力。 特别是1846年古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自由贸易理念对重商主义理念的全面胜利。 英国作为第一个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欧洲列强中脱颖而出。 这就是一直以来,经济学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标准答案。 然而,这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编造的故事呢? 如果你去考察历史的细节,会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英国从征收高关税到实行自由贸易,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历史的突然转折。 在1848年时,英国还对1146种商品征收关税。 然而,仅仅12年之后的1860年,英国就只对60种商品征收关税了,征税品类减少了95%。 英国的关税制度原本是全欧洲最复杂的,在那之后,却只需要半一页纸就足够说清楚了。 按照前面讲的逻辑,如果是自由贸易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合理的推论就是,在英国大幅降低关税之前,英国的经济是缓慢增长,甚至是停滞不前的。 只有当1860年取消了大部分关税之后,英国经济才开始腾飞。 事实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熟悉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在1860年之前的100年,英国就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又经过100年的发展,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英国从一个高关税国家突然转向自由贸易。 换句话说,英国在经济的起步和腾飞阶段,一直是实行的高关税。 不但如此,英国从14世纪起,就开始采用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来发展当时的高科技产业,模仿之业。 我们知道,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成为欧洲主要的羊毛产地。 但当时,英国与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相比,技术相对落后,英国向这些地区大量出口羊毛,自己只生产一些初级纺织品。 从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开始,英国上层集团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大力扶持本国的毛纺织业。 比如,爱德华三世就只穿英国纺织品,派人从低地国家秘密引进技术熟练的毛纺织工人,大幅提高羊毛的出口关税,同时禁止进口羊毛纺织品。 这些产业扶持政策,可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由后面继位的几任英国国王,接力搞了上百年。 直到十六世纪末,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毛纺织业才壮大到足够消化国内所有的羊毛产量。 这时,英国全面禁止羊毛出口,彻底搞垮了低地国家的毛纺织业,英国的毛纺织业一家独大。 要知道,后来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而毛纺织业为棉纺织业做了大量的技术积累。 所以张夏准认为,如果没有英国政府持续上百年对毛纺织业的产业扶持,工业革命会不会率先发生在英国,就很难说了。 进入十八世纪,英国更是清醒地认识到了产业保护政策的重要性,通过系统性的立法来保护国内厂商,把国外制成品挡在国门之外。 而且,英国不但是对欧洲大陆的竞争者不放心,对自己的殖民地也是严防死守。 1700年,当时印度的棉纺织业远远领先于英国,英国颁布法案禁止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对印度棉纺织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棉纺织业的效率终于超过了印度,英国反过来向印度清削棉布,让原本非常发达的印度棉纺织业全军覆没。 所以后来圣雄甘地只穿印度土布,亲自纺沙,就是表达对英国摧毁印度棉纺织业的抗议。 也是在18世纪,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开始尝试发展当地的制造业。 当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德之后暴怒,宣布禁止殖民地从事一切制造业,哪怕是制造一颗马掌钉也不行,北美殖民地的新闸钢厂被强行取缔。 说到这儿,你肯定会觉得非常好奇,既然英国对保护本国制造业这么在意,用上了高关税、产业扶持、殖民地高压等一切手段, 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在1860年前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大幅削减关税,敞开大门,让各国商品随便涌入呢? 原因只有一个,这时候英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贸易保护不再符合英国利益,而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能够最大化英国利益。 前面说到,英国向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向是从1846年废除古物法,大幅降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开始的。 为什么是从削减农产品关税开始呢? 这里面大有玄机。 当时的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都是农产品出口国,古物法规定的高关税会阻碍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到英国, 他们也就没钱买更多的英国工业品,只能够倒逼自己进行工业化。 英国一看,这不是在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吗? 倒不如英国主动大幅削减,甚至取消农产品关税,让欧洲大陆和美国人安安心心地当农民, 而由英国人独占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市场。 说白了,英国是希望通过本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来阻止欧洲大陆和美国进行产业升级。 除了农产品,把工业品的关税也取消,英国同样不吃亏。 当时没有哪个国家的工业比得过英国,所以就算关税为零,外国工业品也没有机会进入英国市场。 反过来,英国可以要求别国实行对等的低关税,这样英国工业品就可以长驱植入这个市场。 那如果别国不答应怎么办呢? 英国的办法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要么直接征服,把你变成殖民地,要么用枪炮打开国门,逼迫你签订不平等条约。 从1810年起,巴西、中国、先罗,也就是如今的泰国,还有波斯和奥斯曼帝国,都先后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大幅降低关税,甚至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比如,1863年至1908年,中国清政府的海关就由英国人掌管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张夏准看来,这就是典型的踢开梯子的做法。 英国靠长达上百年的高关税保护和产业扶持政策,才获得了工业霸主的地位。 然后,马上用武力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允许后发国家用高关税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 1854年,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日本的关税不得超过5%。 20年之后,日本如法炮制,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剥夺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而此时,日本自己还没有从美国手中恢复关税自主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确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纪。 但绝不是平等自愿的自由贸易,而是霸权国家用船尖炮利来强行实施的自由贸易。 前面说了英国,接下来再聊聊美国。 就在美国要求日本关税不得超过5%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期,美国国内对进口工业品征收多少关税吗? 50%是日本关税率的10倍。 前面提到,英国为了压制北美殖民地的工业发展,煞费苦心。 一方面强制取缔北美刚起步的钢厂,另一方面对北美出口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提供补贴。 这一切都是想让北美殖民地认为,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老老实实出口农产品来换取英国的工业品就好了,不要老想着另起炉灶搞自己的制造业。 你可能听出来了,英国试图给美国挖的这个坑,依据的就是大魏李家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应该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双赢。 这个理论听上去无懈可击。 但你细想,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肯定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而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在农产品和原材料。 如果双方严格遵守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就会越来越先进,而落后国家则被牢牢地锁死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业。 那么,美国人信了英国人的这套科吗? 一部分人信了,一部分人没信。 所以,美国的国父们分裂成了两大阵营。 以劫匪迅为首的民主党,代表着南方农场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大力支持自由贸易,这样就能让美国的烟草、棉花等农产品顺利进入大英帝国庞大的殖民贸易网络。 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代表着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新兴工业资本,他们强烈要求对英国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制造业。 汉密尔顿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撰写过一份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件,叫做《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提出政府应该用进口关税、直接补贴等手段来扶持本国制造业。 注意,汉密尔顿的这份报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这个理论和李家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认为落后国家不应该拘泥于比较优势,而应该大力保护本国还在萌芽中的工业,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壮大。 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通常把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发明归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头上,就是提出踢开梯子的那位。 但事实上,李斯特原本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后来因为政治问题从德国流亡到美国,这才接触到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并且把它学术化了。 当然,严格来说,美国也不是幼稚工业保护的发明者,这套办法英国早就实践了几百年,汉米尔顿只不过是把这套经过检验的最佳实践给明确提出来了。 如果说英国是幼稚工业保护的发明者,那么美国就是极大成者。 这么说吧,从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开始,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制造业产品征收的平均进口关税,在发达国家中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有两个时期,美国的平均关税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六十。 而且要注意的是,美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欧洲隔着浩瀚的大西洋,欧洲的钢铁等工业品想要输送到美国,运费非常高。 这等于是在关税之外,又给了美国本土制造业一层额外的保护。 还要注意的是,在19世纪,美国不但具有最强大的贸易保护壁垒,而且是贸易保护主义学者的大本应。 当时美国一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像丹尼尔·雷蒙德和亨利·凯里,都是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倡导者。 如果你觉得这些名字很陌生,是正常的。 因为二战后,美国成了新的世界工业霸主,美国工业不再需要被保护,这些曾经倡导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就被刻意淡化,很少被提及了。 美国也准备踢开梯子,隐去这段历史。 事实上,二战之后的美国和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一模一样,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严格的贸易保护,转为积极推动自由贸易。 不过,张夏准指出,美国从来没有像英国那样实行过零关税。 相反,美国更善于用一些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对竞争对手进行定点清除。 比如,1980年代,日本在汽车、电子产品、芯片等领域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就综合运用了关税、自愿出口限制、强制汇率升值等手段来狙击日本制造。 所以不奇怪,在2020年的今天,当美国制造业由盛转衰,美国又重新打起了贸易保护的老牌。 既然提到日本,就再多说一句。 日本在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中丧失了关税自主权,那么,日本是怎么发展本国工业的呢? 坐等私人企业逐渐发展壮大,速度太慢了,干脆国家队亲自下场,快速复化企业。 19世纪后期,日本在造船、军工、采矿、纺织等关键行业建立大量的国营样板工厂。 等这些工厂实现了正常运营之后,再卖给私人企业,同时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大量补贴,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快速形成规模经济。 日本政府还在关键行业当中分配资源,避免同行之间的无序竞争,用管理竞争取代浪费性竞争。 日本政府采用的这套产业扶持办法,其实是向18世纪的普鲁士学的。 当时,德意志地区还是分散的邦国,没有建立起关税同盟,也就没有办法通过高关税来保护本地工业。 普鲁士的肥特列大帝首创了这套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过程,让普鲁士从一个落后的原材料出口国,变成德意志地区的第一大工业国,最终统一了德意志。 从前面的讲述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德国、日本,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过程,从来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小政府,放任自由的产业政策和自由贸易, 而恰恰是由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幼稚工业保护,方法包括高关税、产业扶持、直接补贴,甚至国家队直接下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达国家绝不外传的秘密心法,就是由国家主导的工业机密的窃取。 先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的商品标识中必须要有生产地说明,比如Made in China,Made in Japan,你知道这条规则最早是针对谁的吗? 你肯定想不到,1887年,英国国会修订商标法案,要求在产品描述中增加生产地说明,是为了防止德国公司山寨英国产品。 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较晚,在19世纪末,德国货就是山寨品的代名词。 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一家向英国出口山寨缝纫机的德国公司,把北部列颠缝纫纫机厂这几个字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 然后把德国制造几个字标在缝纫机踏板下面,需要六个女工合力将缝纫机放倒,才能看到机器上的这几个小字, 否则这几个字永远不会被看到。 其实,侵犯商标法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让英国头疼的是英美各国都想尽办法引进英国的熟练技术工人, 并派出大量工业间谍来窃取先进机器技术。 为此,英国出台了严厉的法律,严防死守技术外流。 英国法律规定,禁止出口多种机器,凡是收买或者招募技术工人去国外工作的, 是犯了买通罪,要判处罚金或者监禁。 在国外的技术工人,如果六个月不回国,将会被没收全部的国内财产和土地,并剥夺公民权利。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英国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堵住技术外流。 比如,前面说的普鲁士肥特列大帝,为了招募外国织布工人, 许诺免费送给他们每人一台织布机,那在当时可是相当昂贵的生产工具。 美国国父哈密尔顿在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亲自组织美国在欧洲的工业间谍网络, 并设置高额奖金来鼓励出售技术秘密的人, 动用各种手段帮助他们去英国窃取机器图纸。 美国在19世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洛厄尔, 就是靠着从英国走私来的织布机设计图而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工业间谍还将汉密尔顿的奖励计划印刷了上千份, 在英国广为散发,吸引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举家迁来美国。 美国经济史学家承认,大量的技术走私和技术工人引进, 让美国快速缩小了与英国的技术差距。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美国会坚信不移, 后发国家的任何技术赶超都一定是窃取了它的技术? 其实啊,也不只是美国和英国之间, 18、19世纪,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通过工业间谍、 走私计划和招募工匠进行着激烈的技术军备竞赛。 到了19世纪末,随着工业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 光是靠引进机器和技术工人, 已经无法掌握一个行业的核心技术了。 这个时候,英国就废除了机器和技术工人的出口禁令, 开始用专利法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来作为新的技术壁垒。 西方各国也都先后颁布了专利法, 但是这些法律一开始只保护本国人专利, 而不保护外国人专利。 比如,在1836年专利法修订之前, 美国人可以直接抄袭外国技术, 并在美国申请专利。 甚至直到1988年, 美国才正式签署了国际版权公约, 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外国人的版权。 这段历史给我们揭示了什么真相呢? 张夏准认为, 这说明,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如发达国家宣称的那样, 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的必需品。 事实上, 每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是从抄袭, 山寨别国的先进技术开始的。 就算是英国, 也在工业革命之前, 大量抄袭借鉴了滴滴国家的纺织技术。 现在, 发达国家又一次踢开梯子, 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昂贵的专利费用, 让后发国家获得技术益处的成本越来越高, 甚至根本负担不起。 根据张夏准的估计, 在21世纪初, 后发国家每年向发达国家支付的专利许可费高达450亿美元, 占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 也就是说, 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经济援助有一半的钱, 又通过专利许可费的形式回到了发达国家的口袋。 不过, 张夏准也承认, 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质疑招来了大量批评的声音。 比如经常有人问他, 既然你这么反对知识产权, 你会允许别人剽窃你的论文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吗? 对此, 张夏准回应说, 一马归一马。 事实上,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只要求署名权, 而并不要求专利权,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供全人类免费使用, 同时丝毫不会降低他们的创造力。 此外, 张夏准也并不是反对知识产权, 他只是实事求是的指出, 从历史经验看, 一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与否, 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够起飞, 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好,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张夏准通过详实的经济史料向我们展示了, 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过程, 从来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小政府, 放任自由的产业政策和自由贸易, 而恰恰是由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幼稚工业保护, 方法包括高关税, 产业扶持, 直接补贴, 甚至国家队直接下场。 只有当发达国家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工业优势之后, 才会全力推行自由贸易体系。 同样的, 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 也并不是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来实现技术升级的, 而是靠国家主导的工业机密的窃取, 以及相互之间的模仿、 山寨和抄袭。 只有当发达国家成为知识产权的绝对垄断者之后, 才会不断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但如今, 发达国家却想让后发国家相信, 只有小政府, 放任自由的产业政策、 自由贸易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 张夏准质疑, 发达国家究竟是误读了自己的发展历史呢? 还是故意踢开梯子呢? 别忘了, 英文中就有一句谚语叫做,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翻译过来就是, 照我说的去做, 别学我是怎么做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